千年笑柄宋香公高举仁义大旗 为何反被讥讽为蠢猪式的人义 春秋世纪第一个霸主 齐桓公惨死之后 齐国陷入内乱自顾不暇 中原克诸虎国一下子 失去了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顿时成为一片散沙 长期被齐桓公遏制的 南方强国楚国终于抓到了机会 准备趁虚而入进军中原 中原诸虎小国惶惶不安 就在这个关键档口 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横空出世 他先是联合魏曹等四国 浩浩荡荡开向齐国 迅速平定了齐国内乱 把自己的外甥齐桓公最宠爱的儿子 扶上了军位 视为齐孝公 他也因此声名雀起 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 而又颇具争议的 春秋五霸之一的宋香公 出战告捷 宋香公信心暴增 见齐孝公软弱无能 根本无法继承齐桓公的霸业 而南蛮楚国又对中原虎视淡淡 一向自我标榜人意的宋香公 本着舍我其谁的精神 决定挑起齐桓公的内感 尊王嚷一的人意大气 寡人曾当面向齐桓公请教过 慧蒙称霸的道理 其后对我讲过两个字 人意 可宋国毕竟国力有限 尊王无人响应 嚷一又没有能力 寡君的宋本非大国 可等不了这么久哦 基于求成的他 只能单纯的模仿齐桓公的做法 以仍以为政治号召 召集中原诸侯们会盟 不曾想他的这套把戏 不仅遭遇了诸侯们的冷遇 而且还遭到了楚国君臣的算计 以至于惨遭羞辱 就拿这次来说吧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以楚国为首的郑臣 以及以宋国为首的魏华等国 在余地进行了首次诸侯会盟 为了彰显自己的人意 宋香公定下规矩 所有参与会盟的诸侯不能带一兵一卒 大家和和气气来一个衣裳之忙 公子沐一忧心忡忡 因为这次会盟的诸侯中多了个楚国 而南蛮楚国是出了名的 不遵守周朝礼仪的国家 跟他会盟无以于与虎谋疲 为了一番万一 他建议带上兵车三百秤 埋伏在会场周围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也可以随时照应 可宋香公却认为 不带假兵是自己提出来的 出尔反尔有失仁义 寡人一向以忠信待人 难道谁还会忍心对不起寡人吗 宋香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为这次会盟下足了血本 不仅日夜赶宫 耗费大量的物力彩礼 建筑宏伟的高台 而且还从自己的王宫中 搬来许多珍贵的器皿做装饰 等到了约定的日子 他又早早地来到高台 看到楚 郑 臣等诸侯国 全都悉数来到了会盟地点 他的心里得意极了 却不知道厄运正在向他招手 志得意满的宋香公 正沉浸在称霸的幻想中是 却不知一个巨大的危险 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他在会盟一开始 就以主人的身份自居 从左边登上高台 而其他诸侯包括楚城王 也只能从右边登上高台 在以左为尊的古代 这个用意就很明显了 到了高台准备煞血为盟的时候 宋香公又以自己是周天子 封的三个世袭公爵之一 而其他诸侯的爵位都比自己低为由 抢先去治牛儿 在古代举行会盟的时候 谁亲自娶到牛儿 就代表着他是会盟的盟主 宋香公虽然没有明说 但处处都在向诸侯们宣告 我就是本次的盟主 在宋香公看来 完全没毛病 当年齐桓公不就是 这样当上盟主的吗 可他忽略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齐桓公当盟主的前提 是由绝对的实力做支撑 而宋国的国力 却比当时的齐国差得远了 因此连齐国都不服的楚国 当然不会服从宋国了 楚城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你说你是公爵 那我还是王爵呢 按照这个的话 盟主该是我才对 宋香公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我以你假王 压我这真功啊 假王压真功啊 楚城王反唇相继 既然寡人是假王 请问 那你为什么还请我来 宋香公一时语色 看向其他诸侯们 恳求他们说句公道话 不料诸侯们却表示 我正功啊 反正是为楚国而来 宋香公这下傻眼了 楚城王见状一声令下 早就埋伏好的楚国壮士 一用而上 不仅把祭祀用的财宝 通通掠夺到楚国去了 还把宋香公当成人质 直接压到了楚国囚禁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楚国算计好的 之所以应邀来参加会盟 为的就是这一幕 阴谋得逞之后 楚国便压着宋香公攻打宋国 结束用他来要挟宋国人投降 可是宋香公糊涂 不代表宋国人就没有清醒的 国下沐夷和大司马公孙顾 就是个很明事理的人 他们拒不接受楚国的要挟 甚至在城头披马带笑 宣称救国军已死 宋国新军已立 这下轮到楚国人傻眼了 原以为绑了个肥票 却不料竟是烫手山芋 撕票的话就会留下不必要的恶笔 留下的话又得管吃管喝 还没有什么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 卢锡公出面调解 楚国就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 把宋香公给放了 卢锡公还以为是自己面子大 却不知道楚国另有打算 让宋香公这个旧国军 回国去和新军争权去吧 等到他们内乱的时候 楚国在坐收余力 楚国之所以被称为蛮夷 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 就是取决于他们这种不尊周礼 且阴险很多的野鹿子 当时的很多诸侯们 都吃了他们这方面的亏 楚国自以为这一次也是稳赚不赔 却不料算盘又落空了 宋国丞相沐夷脑袋清醒得很 一听说老国军被释放了 他立马说服新军退位 然后带着文武百官 开出城外几十里地 去迎接宋香公回国 根本不给楚国可乘之计 宋香公感激涕零 一场阴谋就这样被化解了 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 宋香公也该尝尝教训 好好反思反思 为何会落到这种局面了 可宋香公却不这么想 他觉得是楚城王不守信义 是其他诸侯国 见风使舵背诵清楚 才导致了自己的尴尬处境 宋香公借楚国之力 扬送国之威 反被楚国算计丢死人了 恼羞成怒的他 好想好想抱足楚城王 可又自知军力不敌楚国 暂时不敢主动去招惹他 于是便把矛头指向 臣服于楚国的郑国 决定兴师讨伐郑国 以彰显自己的威风 挽回自己曾被楚国囚禁的面子 郑国不敌向楚国求救 楚国一看也来气了 当年对付齐桓公无可奈何 可对付你宋香公 还不是游刃有余 于是出兵攻打宋国 宋香公这才意识到 事情完大发了 赶紧回兵救援 不想在洪水与楚军遭遇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可是楚强宋若一目了然 硬拼的话 宋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宋军大司马公孙顾 紧张地分析着战场的态势 突然他发现 宋军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力 如果能做到出其不意的话 并非没有胜算 兵贵神速 这个念头一经形成 他就立马付出行动 先放他们过河 他们的兵车到一半 我们再打 这就叫做半渡而击 对面的楚军 见宋军停下来了 以为宋军不敢主动出击 于是下令全军渡河作战 眼瞅着楚军就要渡到一半 大司马一声令下 雷鼓出击 却不像鼓手没有任何反应 大司马正要发作 宋香公却发话了 古书上说 不能攻打半渡的军队 这样显得不仁义 把仁义大气给我扛来 寡人 今天宁肯为仁义 战死将场 楚军本来还担心 宋军会在半道偷袭自己 可是发现宋军那边 全然没有任何动静 于是趁机加快速度 这个时候大司马又建议 楚军刚刚渡过河 尚且立足为稳 阵仗还未拉开 这个时候率先出击 还有胜算 可宋香公却高举仁义大气 一定要让楚军 完全摆好阵仗 然后再真刀真枪的跟他干 结果白白错失了仙计 本来已经失去仙计的楚军 见自己竟然奇迹般的 躲过了两次攻击 顿时军心大震 迅速做好部署 然后一鼓作气 向宋军发起猛烈攻击 失去了仙计的宋军 见楚军如此油猛 顿时军心大乱 混乱中 宋香公的护卫被杀死 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昏迷之前还念念不忘 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 只要敌人已经负伤 就不再去伤害他 也不服了头发斑白的敌人 结果次年就因重伤不治 死去了 宋国的失败 标志着商周以来 战场上的贵族式的作战礼仪 手中正轻 新型的以诡诈其谋 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 宋香公的人意 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笑话 被毛吕姨曾经嘲讽为 蠢猪式的人意 可能你的木仪都是对的 可寡人有什么错了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认为宋香公的人意有错吗 如果错的话 错在哪了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